掌握今天凌晨2点多 在高雄市的建国二路跟战溪路口 发生了交通事故 有一名驾驶轿车的国姓男子 跟另外一名骑乘机车的王姓女子 倒地受伤 后续警方在中山一路发现了 造势逃逸的有幸嫌犯 将他带回警局检办 警方调查发现郭姓女男子 跟王姓女子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分别遭到了有幸嫌犯驾驶的轿车追撞 导致男子的颈部挫伤 女子的脊椎双脚插挫伤 所幸双方意识很清楚 九车处为零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治疗了 而至于有幸嫌犯 这依照公共危险 造势逃逸 以及过失伤害罪移送准备 你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